聽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聽細說人生 我是仲家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上游深生》 很久以前 有一位工匠 手藝閒宋 有很多人上門買他的雕塑 但他又和其他人不一樣 總是喜歡雕塑一些妖魔鬼怪 有一天 他照鏡時 發現自己的掌相變得很醜陋 他仔細看了很久 不是五官發生了改變 而是整個面相變得凶惡 醜陋和古怪 後來 他去到一間寺院裏 找方丈求助 方丈就說了 我可以幫你治療 但你必須先幫我 雕刻一百磚觀音像 於是 工匠就開始不斷研究觀音的神情 德性和表情 有時甚至到了忘我而代入的境界 半年之後 當他將富有善良、慈悲、 寬容形象的觀音 雕塑出來之後 他急忙去寺廟找方丈 對方丈說 請你無必幫我治病啊 方丈沒有說話 從背後拿出一面鏡 笑著說 你的病已經治好了 這個時候 他才發現 自己的掌相 也已經變得正氣和端莊 聽眾朋友 人的掌相 可以分體貌和心靈 五觀之美 就如花開艷陽 好直接 而精神之美 就好似暗香浮動 需要意託 靠修養才能夠呈現 顔直可以美容 但掩蓋不到本色 氣質可以塑造 但脫離不到本性 這種精神掌相 大概就是那句 深有境界行則正 福有詩書棄字畫 在中國古代主流的思想裏 無論魚、識、道 都說上天的眷顧和幫助 都是無法從自身以外求得的 而是要通過修身 修行修養 讓自己成為吉人、善人 亦就是說 內心的修煉是面上的煉成 曾經看到以下的一段說話 性格寫在唇邊 幸福露在眼角 暫知看出才華氣道 步態可見自我認知 表情裏面有近來的心境 微雨間是過往歲月 以上這一系列的觀點 看起來好像有點絕對化 但也挺有道理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他的形象裏面 就帶著他走過的路 讀過的書 愛過的人 經歷過的事 哭過的淚 和灑下的汗 日本文學家大澤壯壹說過 一個人的臉 就是一張履歷表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個老故事 有一次林肯總統 面試一位新的職員 後來他並沒有取錄那位應徵者 那些幕僚就問他爲什麽 怎知他竟然說 我不喜歡他的獎賞 那些幕僚非常之不服氣 就問了 難道一個人天生的獎賞不好 亦是他的錯嗎 林肯就說 一個人40歲以前的臉 是父母決定的 但40歲以後的臉 卻是自己決定的 一個人要為自己40歲以後的獎賞負責任 聽眾朋友 一個人內在的質素 內在的收養 決定了他外在的形象和風貌 這句話一點都不假 一個人若熱情陽日 總是臉帶笑容 到老了 臉上的皺紋 亦都是慈眉羨目 如果一個人長期不笑 臉目表情僵化 越老越顯得可怕 越無親和力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上游三生 好的聽眾朋友 多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